风潮音乐为生活点播 我是今天跟你一起滋养心灵花园的吕美宝 哈喽大家好 我是功能医学营养师吕美宝 很高兴与你一起通过饮食滋养美好的身心 老化是人生必经的过程 不过你相信每个人老化的速度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吗 现在就由我来告诉你 如何能够成功延缓老化的节奏 让青春保鲜的饮食秘诀 节目一开始 我先来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 你觉得自己照镜子看起来像是几岁的年纪呢 第二 你觉得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是如何呢 如果你目前还有在参加学生时代的同学会 这种感觉应该会特别明显吧 同学们都是相同的年纪 但是过了20年之后 有些同学变胖了 有男生有啤酒度了 也有些驼背 或是脸色有点暗沉或是有斑点 但是有没有发现 有一些同学依然容光焕发 身材依旧保持得非常好 头发乌黑茂密 皮肤也非常有光泽 就好像这20年来一点都没变 就算有一些改变 也不是那股年轻时期的活力与风采 为什么有些同学的外表 就像是年纪冻结了一样 这真的是很让人羡慕啊 首先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重要的观念 我们来想想哦 到底是身体的哪个部分 可以决定老化的速率呢 其实我们身体细胞里面 有许多染色体DNA 这个染色体DNA啊 拥有我们自己的基因密码 DNA呢 也像是鞋带一样一条一条的 有发现鞋带的两头 有两个塑料头吗 它呢 能防止我们的鞋带拖险 而这个塑料头啊 就像是染色体DNA上面的端粒 端呢 是开端 前端的端 粒呢 是颗粒的粒 这个英文叫做Telomere 那这个端粒呢 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保护DNA 若这个端粒啊 变短了 就很像是我们的鞋带的 那个塑料头啊 分叉或者是被磨削了 这就是身体启动老化的开始 这时候啊 你可能会开始叹气咯 哎呀 美宝老师 你看我的皮肤啊 都有皱纹啦 白头发呢 也变多了 精神体力也不如以往啊 那这样提早衰老的状况 还来得及不救吗 其实啊 目前最新的实证医学研究 已经发现 人体DNA上面的端粒 就算变短了 磨损了 但只要好好地调整饮食 跟生活方式 这个端粒啊 它是可以被修复 甚至是变长的哦 就像是换了鞋带的塑料头一样 让鞋带呢 也就是这个DNA啊 有更好的保护 这就是让青春 藏宝新鲜的关键所在啊 哎呀 美宝老师 可是啊 我感觉我的身体 都比实际年龄 还老得十岁了 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没关系 一切都来得及 因为你听到今天的节目了 就由我来告诉你 常保新鲜青春活力 让端粒健康 锁住老化的饮食秘诀 有四个重要的关键 请你务必记住哦 第一个关键 每天尽可能吃新鲜的食物 譬如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而不是喝市售的包装蔬果汁 吃新鲜的鱼肉 鸡肉 牛肉 而不是吃那种啊 可以放很久的加工食品 或者是腌制之后 真空包装的肉品 多吃一些颧骨 粗粮米饭 干薯 莲楼啊 还有像是黄豆 新鲜的豆豪类 而不是每天吃白面包 蛋糕 饼干这些 光是热量 没有营养的精致食物 因为越新鲜的食物啊 营养密度是越高的 最能够提供养分来滋养细胞 进而你的端粒就会更加健康 甚至呢 长度变长 这样就能够帮助你的青春保鲜哦 第二个关键 彩虹饮食 每天都能够吃到不同颜色的蔬果 每一餐至少有三种以上的蔬菜 也就是我们之前跟您分享的植化素的概念 这些五颜六色的天然的植化素 可以延缓身体的发炎 并且降低氧化压力 进而让你端粒的压力也不会这么大 而能够保护端粒不会变短 锁住老化的节奏 第三个关键 足够的好油 尤其是深海鱼当中的 Omega-3脂肪酸 以及坚果类 因为丰富的Omega-3脂肪酸 可以延缓身体的发炎 这样也能够维持端粒的长度哦 甚至是变长 有一项多达600人的研究发现 针对心脏疾病患者而言 如果他们体内的 Omega-3脂肪酸的浓度是比较高的 未来五年 端粒衰退变短的几率就会比较低 就算他们现在有心脏病 有这个疾病在身 但是也比较不会那么早 进入抱病在床的阶段 除了深海鱼还有坚果之外 其实我们平常吃的深绿色的蔬菜 海藻、海带、亚麻籽 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第四个关键 少喝寒糖饮料 记得哦 白开水、绿茶、还有咖啡 才是你的抗劳饮料 你知道吗 如果每天都喝一杯汽水 或是寒糖饮料的话 你可能感觉起来没有什么 可是啊 这却是无声无息 每天都在耗损你DNA端粒的致命杀手啊 在国外有研究发现 常喝汽水的确是会加速端粒的变短 而且啊 这不是只有大人而已哦 研究证实啊 儿童如果一周喝四罐以上的汽水 这个端粒的变短的速率就会加快 并且加快儿童老化的速度 让疾病提早缠身 所以啊 千万不要忽视这个寒糖饮料的危害啊 反观呢 若我们大人每天都有喝绿茶的习惯 或者呢 是喝比较好品质的咖啡 研究发现呢 这样子也能够让端粒变长 啊 太好了 这真是太棒的消息了 所以啊 我们每天早上 可以放心享用一杯香醇的好咖啡了 美邦老师 如果我一直想要保持很好的青春活力 可是啊 有时候我又很嘴馋 想要吃一些点心 那我可以吃什么呢 在这边啊 我来分享一道非常简单 又老少嫌疑的点心 奇牙籽布丁 这个奇牙籽啊 本身就含有丰富的抗氧化营养素 Omega三脂肪酸 钙以及纤维 是我很常用到的食材 可以在家里做看看哦 好我们可以拿个纸笔记下来 需要的材料有 四分之一杯的奇牙籽 一杯不加糖 纯正的杏仁浆或是野奶 八分之一小匙的肉桂 再加一点天然纯正的蜂蜜 将这些材料呢 搅拌之后放个五分钟 让奇牙籽吸满水分 有点粘稠状 再次搅拌之后呢 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做保存 隔天呢 你就会发现 它变得像布丁一样的样子的浓稠状 吃的时候呢 上面可以加一些枸杞啊 黑巧克力碎片 或是切片的苹果 哇 这就是一道非常美味健康的青春逆龄点心咯 如果在办公室啊 你也可以准备一些综合坚果 黑巧克力 海苔 这都是不错的灵嘴哦 以上啊 就是抗老化 让青春保鲜的饮食秘诀 我来帮你复习一下 第一 要多吃新鲜的食物 少吃加工食品 第二 记得彩虹饮食哦 让你的餐盘 拥有不同颜色的蔬果 第三 Omega 3脂肪酸 来自丰富的深海鱼类 坚果 绿叶蔬菜 以及海藻 第四 少喝含糖饮料 多喝百开水 绿茶 还有好的咖啡 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 除了饮食之外呢 记得 充足的睡眠跟运动 也是保护DNA端力的重要推手 我们来试看看哦 这样的实行啊 大约三周以上到四个月的时间 你的身体状态或是感受 可能就有所不同哦 就算是啊 身份证上面的一个年龄增长了 但我们身体机能的年龄 却是新春的 接下来啊 跟你分享一首 我觉得很棒的歌曲 很有清新愉悦 焕然一新的一个味道 这是由何珍珍所创作的 《晨光中的歌》 收录在《鸟2》的专辑中 《鸟2》的专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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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在攏地上 去接下来 赵天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别忘了关注风潮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微博粉丝专页 获得最新的音乐消息 也欢迎留言与我们互动哦 若对于营养资讯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功能医学营养师吕美宝 感谢你的收听 祝你活力充沛 长宝青春永驻 拜拜